大家好,欢迎回到我们的频道 今天,我们要探讨一个刚刚宣布的难以置信的机会 微软提供了10个免费的在线课程 还附带认证证书 最棒的部分,开始学习 不需要申请,也不需要费用 无论你是初学者,还是希望提升自己的技能 这里都有适合每个人的内容 让我们一起探索这些课程 并发现它们为你带来的好处吧 1.使用C编写你的第一个代码 通过学习C,深入编程世界 本课程,涵盖基本语法 和构建简单应用所需的思维过程 对于希望进入软件开发领域的人来说 这是一个绝佳的起点 2.机器学习入门 通过这门课程,提升你的技能 了解机器学习的基础 并探索这项变革技术的实际应用 为未来在数据科学和人工智能领域打下基础 3.Python初学者 Python是一种应用广泛的语言 跨越不同领域 本课程帮助你掌握从操作字符串和列表到使用循环 自点和函数,创建程序和项目的技能 非常适合那些希望进入数据分析 网页开发或自动化的人 4.数据科学入门 作为微软专业项目的一部分 本课程为数据科学职业生涯奠定了基础 你将获得处理和分析数据的见解 这是跨行业高需求的技能 5.使用BitHub Actions自动化开发任务 学习如何使用BitHub Actions简化你的开发工作流 本课程教授提高生产力和代码质量的自动化技巧 对于现代软件开发至关重要 6.Microsoft Azure基础 通过Microsoft Azure了解云计算 理解Azure的基础可以为云服务 架构和管理的职业生涯打开大门 7.完善和测试机器学习模型 这个高级课程将你带入机器学习的更深层次 重点是完善和测试模型 适合那些对机器学习有基本了解 并希望进一步提高专业知识的人 8.保护你的云数据 随着云计算的兴起 数据安全从未如此重要 学习如何保护你在云中的数据 对于今天数字时代的IT专业人士来说 是必须知道的 9.在Azure上开始使用AI 探索在云计算中 应用AI的课程 这门课程是理解如何在云中 利用AI的入门 标志着迈向AI和云服务职业的重要一步 10.开始使用Azure Cosmos DB进行NESCO 深入NESCO数据库世界 了解Azure Cosmos DB 这门课程非常适合 希望以最少努力全球扩展应用的开发者 微软的这些免费课程 不仅仅是学习新技能 它是解锁你的潜力 为无数机会打开大门 无论你是想换个职业道路 还是在当前领域内提升 或仅仅是探索新技术 这些课程提供了帮助你实现目标的知识和认证 别忘了 学习是一场旅程 有了这些资源 你就装备齐全 准备好踏上一条 激动人心的道路了 我把链接放在下面 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有帮助 请给它点赞 分享给朋友 并订阅更多这样的内容 我把链接放在下面